第32题 甲乙丙代表三种元素的原子 其所含的直指数 中指数及电子数的资料如右表所示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所谓的直指数就是所谓的原子序 也就是它在周期表排队的次序 如果直指数相同原子序相同 就会摆在周期表的相同的位置 就被视为是相同的元素 也就是会有一样的性质 所以选项A说化学性质不同是错的 选项C说是同一种元素是对的 因为它们的直指数全部都是8 所以表示原子序都一样 那么再来我们的正常情况下 直指数会等于电子数 然后直指带正电电子不带电 然后两个相同合同所谓的电中性 所以乙的直指是8 电子是8是电中性 那么丙的直指是8 电子也是8 所以它们也是电中性 所以选项B说乙丙没有保留电中性是错的 而直指数加上中指数就称之为所谓的质量数 可以代表我们的原子的质量大小 所以甲加起来是16 那么乙加起来是17 那丙加起来是18 它们的质量数都不相同 所以表它们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选项诸说三个质量相同是错的 因此只有选项C是对的 第32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三者是同一种元素 在这边的质量相同是由写上的质量之后 最后能表明此是3 1的质量相同是当它是3 2的质量相同的质量相同